晚上 今天鐘讓我們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要先帶來 關心到最新的颱風動態 我們要提醒大家 是21號颱風 康瑞颱風 是距離我們越來越接近了 從最新的動態圖上你可以發現到 第一個 它的暴風範圍 新旗風的暴風半徑是非常寬廣 來到了320公里 而且呢 現在它所在的位置颱風中心 就在俄羅安比的 大概是340公里的距離 所以說現在這個颱風 它的暴風半徑已經來到了家門口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 都是這個颱風 影響我們最劇烈的時間點 大家一定都要做好相關的準備 尤其從這個圖上你可以看到 其實暴風的範圍其實已經距離台灣 包括在花東地區 恆春半島是越來越近了 所以說接下來東半部地區的民眾 已經開始慢慢的感受到 越晚風勢 雨勢都會越大 而且我們剛剛一直在提到 這個颱風雖然速度蠻快的 目前它的時速來到了21轉25公里 但是因為它的暴風範圍非常寬廣 所以影響我們的時間其實也蠻長的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星期五的凌晨 都要特別注意 尤其這個時間點是明天晚上的8點鐘 你可以注意到整個全台灣都還是 在整個暴風範圍的籠罩之內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因為它的暴風範圍非常寬廣 所以當然影響我們的時間也拉的比較長 幾個關鍵時間點還有各地的影響情況 我們要告訴大家知道 當然颱風現在逐漸靠近東半部 當首當其抽 最先感受到風勢雨勢 而且到了午夜過後 甚至到了明天天亮之前 北台灣還有在整個恆春半島的風勢雨勢 會也開始逐漸增加 所以說大家要特別當心的是 北部東半部都要小心到短延時的強降雨 而且當這個颱風準備過山之後 當當明天晚上到了這個位置的時間點 就要特別當心了 風向開始慢慢的轉吹西南風進來 所以整個西南部變成一個陰風面 到時候雨勢開始逐漸增加 到時候中南部的民眾 就要特別提高警局了 還是告訴大家這個是強烈颱風 對全台灣都有影響 都要嚴加戒備了 但是第一線我們要再來看到 現在風雨比較強的地方 我們要連線給人在花蓮的記者 江雲曼來告訴我們 在花蓮的最新情況 好 持續店來關心這個 藏台康瑞的最新狀況 現在會真的在玉里東風的平頂社區 平頂部落 我們可以看到後方的這個擋土牆 它本來呢 上面是不是有這麼多石頭的 但是這些石塊啊 都是從山上被沖刷下來的 那沖刷下來之後呢 還有一些是沖刀到馬路上 甚至是波及到了停在路邊的車輛 那沖下來的不只有石塊啊 可以看到地面上呢 其實還有像是樹枝啊 一些東西呢 全部都被沖刷下來 像是現在這個地上 其實看起來它是一個平地 但是其實踩進去呢 都是這個泥泥 所以呢 如果這個車子開過啊 或是人經過的話 真的是非常危險 因為第一眼是看不出來說 它這裡都是這個泥沼的 如果車子開過去的話 是有可能會直接卡住的 那其實花蓮群線呢 在稍早的時候呢 也宣布了明天是停班停課 因為就是預計在明天中午的時候呢 這個颱風呢 將會登陸 那它現在的這個爆破半徑 已經來到了這個300公里喔 預計它登陸的時候呢 就是全颱風雨最大的時候 那不只是平地呢 身上呢其實更是嚴重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呢 都是有像這樣子 土石流的情形 而且是持續的在發生 因為其實這個土石流呢 從下午就開始了 只是當時這些土石呢 都還沒有直接沖刷到大馬路上 而是在稍早時候呢 才沖刷下來的 所以下午的時候呢 也已經強制的的 把這裡折8戶16人呢 都緊急撤離了 目前呢現在這邊的 都是完全撤村市 沒有人在住的 不過我們要提醒大家 因為明天呢 雖然是停班課 但是會是風雨最強烈的一天 所以呢也提醒呢 如果有必要 一定要外出的民眾啊 還是要去注意自身安全 好 謝謝余曼喔 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明天全台灣都是這個 停班停課的狀態 大家好好待在家裡 因為這個強烈颱風一來 當然對全台灣的民眾 都會有威脅 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到 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 而且剛剛也看到 包括在花蓮喔 這個風勢雨勢是一陣一陣的 主要就是外圍環流的影響 一波一波掃進來 當然大家的感受上呢 會比較間歇性一點 但是接下來這個風勢雨勢 都會逐漸增加 剛剛有網友問說 好像在他們那個地方 雨勢好像要緩和一點 但是呢 這個雨勢越晚是會越強的 我們從這個最新的 顯示陸天圖 要持續帶來關心到的 就是目前這個颱風 幾個關鍵的時間點了 我們剛剛有簡單的說了一下 但我們再幫大家同心整理 在今天的晚間開始 這個暴風圈就會碰住到 我們台灣的東半部陸地 尤其是花蓮 台東 橫春半島 都要嚴加戒備 再來呢 到了明天中午前後 這個颱風中心就有機會登陸 目前看起來 在中午過後的機會 是比較高一點的 當然明天颱風中心登陸之後 有可能在花蓮 有可能在台東 這當然還要看最後的判定 來做確定 但是呢 可以確定的是 對全台灣都有威脅 而且當這個颱風翻過山之後呢 在11月1號的時候 清晨就會進入到了台灣海峽 也就是在這個位置 但是到時候西南風帶進來 中南部還是要特別注意到 雨勢也會明顯偏大 所以從現在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 都是這個颱風 印象我們最明顯的時間點 大家真的都要特別注意 再來我們來看到 說到10月底了都還有颱風 一開始大家覺得說 怎麼可能颱風還會來呢 但沒有想到颱風 康瑞颱風還真的來了 這樣數的資料就顯示說了 這是1958年以來10月份 清台颱風 當時呢 這個統計下來 其實有14個 但是這是第一個 在10月下旬登陸台灣的強臺 而且它的暴風半徑非常寬廣 全台灣都會受到影響 當然 絕對要特別注意 我們來看到 跡象的粉專天氣風險 是怎麼分析這個颱風 他說有一些重點 大家要特別當心 第一個颱風走的其實非常快 我們知道山土耳颱風機 走得非常慢 也拉長了影響時間 但是這個颱風 也拉長了它的影響時間 關鍵是什麼呢 第一個它非常大 它的暴風半徑 氣氣風暴風半徑 來到了320公里 而且它非常強 本身是一個強烈颱風 所以說有風有雨 大家在風雨的感受上 都是非常強勁的 在接近台灣之前呢 颱風的強度跟環流 都還有在增強攻堅 但它已經是個強烈颱風了 所以天氣風險這個專業 就告訴大家 如果要從過去的經驗 來做比較的話 這個颱風最像過去的 哪一個颱風呢 從風雨的感受上 是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 不知道大家對蘇迪勒颱風 有沒有印象 包括它當時是 樹枣最多的一個颱風 而且101的阻尼器 它的擺幅也非常大 來到100公分 在當時也創下了一個新紀錄 而且呢 從停電的數量來看 全台灣累計下來 有450萬戶出現了停電狀況 所以現在強烈颱風再來 康瑞颱風太來 絕對不可不慎 一定要嚴加戒備 另外呢 在宜蘭的東山河的清水公園 也做好了房台準備 於是越來越明顯 宜蘭東山河清水公園 完全沒有遊客 小船都移到碼頭上擺放 關閘門就是擔心 一旦雨勢太大 水位會溢出來 而在頭城 一間雕蝦場 卻有滿滿遊客 原來原本他們 預計要去龜山島 但不只封島 天候狀況太差 改成室內行程 今天表定行程 是要走龜山島 但是今天完全不能去 所以我們就跟這群長輩們討論 是不是可以帶他們 來體驗這種 室內安全一點 然後來雕蝦 緊密廣場工作人員 穿著雨衣冒著大雨 用保護套套住一個個人偶 等裝置藝術 要來預防來勢洶洶的康瑞 南方澳鎮安廟 廟房也趕緊起來 吊車拆棚架 避免棚架 禁不住強風 被吹到戶外設施 無論是遊戚區或是廟宇 全員動起來做房台 那記者現在所在位置 就在宜蘭縣羅東鎮的 鎮公所這邊 可以看到現在很多民眾 都是趕快前來 是要來領取這個沙包的 每一個人呢 只要拿著這個身份證 做登記 一個人呢 可以領取5包 民眾也來領取沙包 保護家園 避免淹水 國軍也加入房台行列 產著沙土 除了幫忙裝填2000個沙包 還有兩棲裝甲車 進駐蘇澳公所 以備不時之需 店家把東西移至店內 民眾固定貨櫃 加強防護 在南方澳漁港 漁民也將船隻 加強懶神固定 做好萬全準備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隨著康慧瑞颱風 步步進步 步步進逼 我們也歡迎所有的 這個觀眾朋友 在我們的留言區 留言告訴我 你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還有目前各地的風雨狀況 以及你們到底做了 哪一些的防台措施呢 也歡迎在留言區裡頭 跟我們分享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帶你 來看到是台東 台東被認為說 很有可能颱風中心 就會在這邊登陸 所以在火車站周邊的店家 也早就做好了防台準備 而且很多的遊客 也都更改行程 最新的情況 請記者萬少安來告訴我們 好 主播觀眾 我們繼續帶您來關心到 颱風的最近動態了 目前呢 在台東這個地方 隨著颱風越來越近的關係 所以其實呢 整個風雨來講 感受上是越來越明顯的 而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台中火 台東的一個火車站 好 您可以發現到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喔 各個班次喔 基本上還是沒有霧點啊 或者是有一些 取消的一個狀況 相對來說 整個一個火車鐵道的一個行程 雖然是相對的來平穩的好 那麼其實有不少的民眾呢 其實他們也都說了 都說是因為擔心喔 這個火車啊 受到影響 可能整個行程會被打亂掉 所以在行程的安排上 做了一些調整 我們帶您來聽 我會去基隆 喔 您要回基隆 那會不會擔心就是說 那個颱風來 然後會影響到 就是怕啊 就是趕快啊 趕快啊 趕快回去啊 那有特別調整 要回去的時間 是有提早還是有怎麼樣嗎 提早 提早 是提早幾天 原本是安排什麼時候 原本是安排禮拜五 怕路會不通啊 趕快回去啊 喔 了解了 所以今天趕快過來這樣嗎 對 台北 要去台北 有因為颱風 所以調整行程嗎 有提前還是怎麼樣嗎 沒有耶 就是剛剛好買這一支 對對對 就買到這個時間的 會不會擔心就是說 可能颱風來會影響到一些班次 當然是會啊 還是會這樣子的了解 對對對 好 那麼台東呢 這邊也是宣布了 明天31號的部分呢 是停止上班上課的 而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他們也提前宣布了 在今天晚上6點之後呢 同樣的也是停止上班上課 所以呢 其實我們在火車站這邊呢 就觀察到除了便利商店之外啊 很多賣土特產的店家 現在呢 也就是晚間的時候 是都沒有來開門營業的喔 好 那麼這部分 還是要特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強台來襲特別要留意喔 在這個颱風期間 不要去上邊海邊留意安全 好的 確大家要特別留意安全喔 再給我一個機會是步步進逼 而且我們很多留言區網友 也告訴我們說Tessy說 目前在大安啦文山新店 是風大雨大的狀況 那其他地方的情況如何呢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裡頭 告訴我們 跟我們一起來互動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有沒有是高雄地區的觀眾朋友呢 如果有的話也告訴我 你們目前在高雄的風雨狀況 因為喔 對很多的高雄來說 哇 今年真的不太好過 因為颱風一個接一個 而且都出現了淹水情況 很多地方基本上都還沒有完全復原 馬上要迎來的 是康瑞颱風的威脅 而在今天高雄也很多地方 進行了防台整備 像是把一些鐵皮拆下來啊 帆布撤下來 就連摩天輪也跟著提早打烊 大陸外牆掛著一名工程人員 他除了全副武裝 還得保持平衡工作 因為一旁的鐵皮已經有部分掀起 得趕在颱風來臨緊急拆除 其實位於高雄九爐二路上 這棟七層樓建物的外牆 月初的三坨兒颱風 已經把防水用的鐵皮 吹壞了好幾片 由於缺工 遲遲無法復原或拆除 直到康瑞颱風逼近 才找來工程人員試做 舊半樓就滿大的 它是一到七樓的部分 整個側邊都必須要進行拆除 另外左營區 這棟新建中的十五樓建築工地 三十號下午 除了高樓層的防塵網 已經全部變成了麻花捲 位於大樓正面的 超過八公尺長寬廣告帆布 也緊急拆除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拆的話 陰架可能會跟著颱風 這樣子吹下來 那到時候受損的範圍 可能就很大 有些長達十幾二十米的帆布 甚至還得出動吊車拆除 原來三陀爾颱風期間 高雄出現十七級陣風 導致市榮滿目瘡移 因此這次不少工地嚇壞了 急忙提前應變 也讓拆除業務 暴增了四成以上 另外 高雄兩座的摩天輪 其中位於半山腰的一大摩天輪 則是在三十號下午四點 提前結束營業 而工程人員也立刻接手 除了確認不會有零件 或物品搖晃掉落 還得把車廂緊緊固定 意外 一大件會因為 颱風天 臨時封銷 包含國天輪的一個 綑綁落葉 還有高空遊具設施的固定 我們將謹慎地 接備這次的颱風 畢竟強烈颱風康睿 同樣擁有十七級陣風實力 面臨月初的三陀爾颱風清洗 這次高樓防風 得乖乖按部就班 全部到位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好有越來越多的網友 告訴我們目前所在的 位置的情況 像是Eric說 目前大直是沒有風沒有雨的 另外呢包含是 這個有高雄的民眾說 目前是沒風沒雨 待完的這個網友就說 目前在燕草是沒有風沒有雨 而且感受上是稍微的悶一點點 的確在整個南部地區 基本上還是一個被風測 所以感受上的確會稍微的悶一些 但是說到南台灣 一個知名的觀光景點就是墾丁了 10月份了 其實墾丁也進入到它的觀光淡季 但沒有想到再遇到颱風來攪局 對聲音來說 真的是雪上加爽 村鎮的龍盤公園 可以看到現場的風勢已經 越來越明顯 已經越來越強了 而瞬間的強陣風 有時候也會讓記者 其實有點站不住 龍盤公園的洛山風變成狂風 六到七級陣風幾乎讓人站不穩 但雨勢不大 還是有遊客站在前線 想感受一下強風威力 天上已經過了一天半 所以剛好碰到 有這個機會碰到颱風 從桃園南下的員工旅遊尾聲 遇到了康瑞颱風 玩不了水只能吹風走走看看 因為海邊已經插起了紅旗 拉起封鎖線 波濤兇有的浪花不斷吞噬沙灘 10月底開始進入墾丁淡境 這時候又有颱風 民宿業者住房率慘上加慘 就怕有額外的損失 沙包準備好 水閘門也蓄勢待發 防堵好雨一來 不會造成水淹民宿的窘境 肯丁大街也冷冷清清 擔心康瑞胖台一旦靠近 又再掀起超強的陣風 把攤子吹先 就有海產業者提供旗樓 讓流動的攤販當作避風港 這是我們的身材器具 它是背了你要花一萬多塊 多少錢來做 然後公司這兩個套子就一萬了 鏡頭換到往返東港小琉球船班 出現人潮往本島移動 遊客提前結束行程 也看到了一箱又一箱的物資 運上船準備前往小琉球 因應颱風31號及11月1號停航 航班沒開 留在小琉球的居民先備妥物資 冬天小琉球會比較沒忍受 我們就回來本島這邊 行程有走完嗎 沒有 一定有結束 進入淡季的觀光區 這一回康瑞颱風清洗 賺錢的事先擺一邊 先做好防台準備減少損失 TVBS新聞 陸品浩林一邦屏東報導 好 網友陳薇智告訴我們說 目前在台中的太平是 無風無雨的狀態 而且台灣也說了 目前高雄是沒事的 但是台北來說 是風勢雨勢都開始 稍微的偏強一點點 盧拉拉也說 這次北部地區 應該會比較有感覺 沒有錯這個颱風的走向來看 北部東半部 是最先感受到風雨的區塊 尤其對很多的北部民眾來說 有一點點那麼創傷症候群 因為在上一次的共辦效應 讓包括金山 萬里 瑞芳 都淹得非常嚴重 也出現了不少土石流的情況 所以面對這次康瑞再來 金山地區的居民 可以說是全力防台 還整頓了圓潭溪 工程人員也提早放沙包 搶修馬路 就是擔心颱風遇上大潮 會再淹一次 這個月初把金山的市區道路 淹成河流的就是這個圓潭溪 為了避免狀況重演 現在工程人員除了輕鬱之外 也在旁邊堆放水泥石塊 避免水整個淹到馬路 水利局發泡工程 連日趕工 就是要趕在颱風來襲之前 修整完畢 對比治水前後 金山 圓潭溪 河流中段 原本是可以親手看到 大小石頭露出河面 河道狹窄 整治之後 不僅向下挖身 也向旁拓寬 長度大約有一公里遠 而上回慘受山陀的颱風 衝擊了金山 長興宮 工程人員 從上午就開始搬沙包訪台 沿著河道邊堆放沙袋 周邊再加強水泥塊 避免河水暴漲 土石再次慢過來 再往山上走一點 之前被衝壞的馬路 根本來不及修 操作大型機具 拉起水泥石塊 修補馬路的破洞 避免大雨衝刷又釀災情 颱風以後 主持下來以後 就會持續一直在開發 一直在整頓 這樣子 水利局明天也要來 要來匯勘 這個月初 金山地區被淹到怕了 部分地區的災情 都還沒有完全復原 沒想到康瑞牆台緊接著來 有居民更擔心老街周邊 金山市場是處低窪 上次碰到山楚爾颱風 已經造成嚴重的災情 整個籃子全部都衝進去 這回業者也是相當擔心 就怕康瑞颱風也帶來災難 雖然康瑞颱風從花里南登陸 但是外圍環流還是容易造成 短延時強降雨 新北市金山未來24小時 雨量預估將會達到 150到250毫米 在風暴來臨之前 最好謹慎戒備 TV別秀王王儀姐新聞報導 好 觀看到留言區 在這個風雨劍強的夜晚 還是有人持續再加班 真的辛苦了 沒關係 在我們的攝影棚 包括我志宇 還有我們的氣象仙女慧仙 都會陪大家一起關心 最新的颱風動態 也陪你一起來加班 慧仙你好 至於晚安 觀眾朋友們大家晚安 好 慧仙婧 我想要先請教 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暴風圈好像其實已經 接近到了家門口 到底這個暴風圈什麼時候會出入 而且呢 目前的颱風動態又是如何呢 把時間線上給你 好 沒錯 我們來看到康瑞颱風 在過去三個小時來說 持續的都往西北方向來前進 而且強度沒有減弱 同樣是每秒的在中心部分 53公尺 所以還是非常的強之外 到底什麼時候會觸入呢 我們看到這張圖 目前的預測上來說 它持續的往西北前進 所以預估在今天生意的時間點 它的暴風圈就會碰觸到台灣的陸地 那麼誰是首當其衝 當然就是在恆川半島一帶 台東 花東一帶 同樣的都要留意會有強風 豪雨出現 而這樣的雨勢 就是有到了時間越晚 明天一整天來說 雨勢都會非常的強勁 還有在西半部地區則是要防範 有強風出現 那麼也來看到的是 預估說它在今天的深夜觸入之後 明天的中午前後就會登陸 那麼剛剛提到是在花東一帶登陸 不過目前當然這個北一點 南一點 還是有一些不確定性 但大致上就是確定會登陸 而且是朝在花東一帶 東南部一帶了 什麼時候暴風圈會脫離 則是得等到在明天的深夜下半天的時候 同樣的就會慢慢的往西部的沿海前進 那麼慢慢移動到台灣海峽之後 它的強度就會減弱了 之後就會來北轉北上 逐漸的遠離 而且離我們 越來越小之外 它的風雨也會逐漸的縮小 再來看到的是 預估在11月1號的時候 也就是禮拜五的下半天開始 它整體的雨勢也會逐漸趨緩 因為暴風圈不管是在近海 或在陸地都已經變小了 那麼來看到目前的最新動態 剛提到的是說 我們持續發布了海上跟陸上的警報 所以您看到現在這框框非常的大 就是因為說現在全台各地的陸地 都已經在警戒的範圍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有例外的 另外在海域方面 所有的海域也通通都要留意海上船之作業 盡量就不要去了 因為在今天晚上開始 它的風浪也會逐漸的增強 那麼剛提到它的暴風圈非常的大 目前還是維持在320公里 這是七級風的暴風半徑 不過我們說它要來挑戰這個上一次 最大的就是在1996年的這個賀博颱風 達到了350公里 有沒有機會繼續增強呢 我們要繼續關注 不過目前來看是維持在320公里 還有可能的是 它要挑戰今年的西北太平洋的風王 因為剛提到它的近中心的風速達到53公尺 不過上一個比較強的是山陀兒颱風 有55公尺 那麼再更強一點 也就是目前維持在排名今年第一的是 摩羯颱風有58公尺 到底會不會繼續增強呢 我們也看到的是 目前它已經出現了這個雙眼牆置換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說當它這個眼牆如果置換成功的話 有可能會進入第二波的高峰 第二波的更強 但是未來幾個小時就是關鍵的碰觸期 而且我們看到 未來因為它的速度不慢的關係 所以它很快的就會碰觸到台灣的陸地 不過碰觸到陸地之後 它就會慢慢的減弱了 所以它會不會置換成功 會不會再變強 目前來看當然是有一些難度的 再把時間交還給志宇 我們現在很久的網友已經在跟惠仙打招呼了 說仙女下凡 而且最美的氣象主播又來了 這個惠仙要不要再跟大家打個招呼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們的氣象 對 關注氣象 而且要特別注意到先做好防台措施 因為這一次的颱風真的不是你可以小看的 因為第一個它是強台 再來它的暴風半徑真的非常寬廣 但剛剛很多的網友也在上面跟我們回報說 目前各地的風雨狀況 大家都說目前這個風是雨勢 好像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大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有大風大雨 什麼時間點才是影響最嚴重的暖暖灰險 好 沒錯 現在時間越來越晚了 明天又放颱風假 要提醒您的是 今天晚上可能很多人會出去採買 但是採買要注意 有北東地區尤其留意 因為越晚這雨勢就會越來越大 那麼來看到現在整體的這個降雨狀況來說 今天晚上開始北東地區就要慢慢的留意之外 尤其在宜蘭山區 花蓮山區 甚至會出現好雨的等級 而且雨勢就會越來越大 再來看到是在明天的清晨到白天 颱風更加的靠近我們 甚至整個暴風圈都會籠罩 所以全台灣各地區雨勢都跑不掉 不管是在哪一區 那麼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在東半部地區一片紫白色的 因為東半部地區會來到了大豪雨 甚至超大豪雨等級 至於北部地區還有在基隆北海岸宜蘭 以及在南部地區屏東山區中部山區 統統也都會有大雨或是豪雨出現的可能 那麼什麼時候中南部地區也會有雨嗎 我們來看到旁邊的這張圖 你會看到從明天晚間開始到禮拜五的清晨 整個是黃色橘色一塊 就是因為到時候颱風已經過山了 那麼過山之後 淫風面變成在中南部地區之外呢 整個環境風場吹西南風 所以他們處於淫風面 所以雨勢也會逐漸的增加 中南部地區在明天晚上開始也會有大雨出現 加上地形台深的關係 所以在山區也要嚴防 有豪雨出現的可能 再來看到的是 我們也要留意的是在風浪方面了 因為從今天晚上開始這個東北季風 加上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在風力方面 今天藍雨已經出現了16級的強陣風了 而且呢在其他的沿海地區 也有11到12級 特別是在離島的地方 那麼越晚的時間 當然風浪都會越大之外 到了明天這一天來說 要更加的留意 因為破壞性的強風來襲 所以包含我們看到在14級風 台東 藍雨和綠島都有機會 而且不排除有可能再達到更強的這個強陣風 有可能達到16 17級都有機會 另外呢則是在11到13級的部分 是桃園 以南的沿海地區 花蓮 花東還有在離島地區 通通也要留意 各個沿海來說 都有9到12級的強陣風 浪高方面我們也來關注 今天來講呢我們看到 目前呢在過去8個小時的預測 還有的就是在台東 花蓮跟蘇澳 小琉球 通通浪高已經達到了3米的浪高了 所以您會發現今天來講這浪 真的是非常的強之外 明天來說還可能會再更高 各地區有6米的浪高 還有在東南部地區 則是要留意整個海面上來說 不排除達到10米以上的浪 當然藍雨跟綠島又會再更高 有可能是12米都有機會 所以最近要提醒您了 如果說明天 再放假千萬不要到海邊去關浪 或者是想要去釣魚 當然都比較不好 再把時間交還給志宇 的確喔外面風浪這麼大 風雨這麼強 當然要好好的待在家裡 但是我很想要跟慧先說 這個外面風浪這麼大 我相信未來兩天應該也都是要上班 對不對 嗯 對 有沒有準備一些相關的物資 比如說泡麵啊 或者是已經昨天先去搶先採購了 好其實我 因為我是自己住 但是我就常常會叫外送 所以要提醒您的是 在颱風放假的這個時間 宣布全台放假 所以外送員同樣也是放假的 因為他們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接下來可能就要吃泡麵度日了 不知道志宇有沒有推薦要吃哪一款泡麵 如果是我的話我最喜歡的當然是韓國的拉麵 紅色的那一款 但是還是不方便講出它的廠牌 那會些你呢 我自己也喜歡吃辣 所以常常會吃就是辣的口味 不過常常還是吃那種小碗的比較好 因為泡的也比較快 因為韓國好像都要泡比較久一點 麵比較硬 對的確要泡久一點 不過沒關係 這個有準備 而且有相關的方態準備 所以絕對會讓大家在未來明天休假的時候 都會變得更加安心 也希望大家持續鎖定會線的氣象播報 謝謝會線 謝謝志宇 好為什麼我們剛剛要聊泡麵呢 主要當然是對文化大學的學生來說 這個泡麵乾糧絕對要準備好 因為每次颱風一來 文化大學這邊都是大風大雨的 所以在今天呢 很多學生已經搶先存糧 而且呢 校方也在前一天都宣布 要採取線上上課的模式 但是對很多的老師來說 非常痛痛 為什麼呢 因為好這個禮拜 就是其中考州 中午過後風力持續增強 尤其是陽明山上的文化大學 學生幾乎是寸步難行 不過幸好學校已經宣布 線上上課 學生不用冒著危險來點名 校方表示達到九級陣風 就會採取線上上課模式 也確實從十二點過後 截至下午四點 文大已經出現八級以上陣風 在北市排名第二 第一則是大屯山 最高出現十級陣風 有不少學生已經採買完成 回到了宿舍要來備戰颱風 但是這個禮拜 剛好遇上了其中考州 有很多的考試 因此必須延期 只是這週不巧遇上其中考州 線上進行恐怕不容易 有的課程能以線上進行口頭報告 但職本考試或實體課 有的老師乾脆宣布 延期到下週再說 走到學校外頭 店家中午過後打陽休息 但明天可能就不會營業 附近超市超商 不少住宿學生提早屯樑 泡麵 然後這些牛奶之類的 大家購物袋裡面 少不了泡麵乾糧 有些人順便帶一些蔬菜水果 打算備戰至少兩天 晚點我應該不會再出來 因為晚點風雨可能就開始變大 只是知道說 這禮拜有颱風之後 就是多少 多少回來之後都會買一點 學生趁颱風天 多賺幾天讀書時間 準備考試 文大表示 明後天要不要繼續線上上課 還得參考市府決策 以及大系科學系老師預測 但看著風雨幾乎勢在必行 PVB的生活計劃關你太棒了 好 看到我們的留言區 我發現大家對文化大學 都非常感興趣喔 有人說他在文化大學上班10年 每次遇到颱風來 感受是特別強烈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特別提醒 眾多的車主 可能要特別注意到 你車子是不是停在這個水門外呢 因為在今天的下午4點 台北市的水門開始止出不進 晚間8點開始進行了車輛脫掉 最後一情形請記者王如香來告訴我們 受到康瑞颱風的影響 暴風圈越來越靠近台灣 這回的颱風威力氣象局 預估會對台灣帶來好大雨的情況 就怕上游的水庫會有滿水位情勢 因此台北市政府水利處 今天30號宣布下午4點開始 要執行水門止出不進 在稍早8點的時候 進行了拖掉車輛 因為要搶在晚上10點 關閉全台北市的水門 因此要先將把停在周圍的車輛 先拖到保管場 還有車主沒有在時間內來把愛車拖掉 警方也會針對這些車輛 依照車型大嫂開罰1500元到4800元的罰還 並且還要繳移置費以及保管費 交通局也提醒了疏散門周邊區域 8公尺以上的道路請民眾不要太靠近 盡早遠離河川的區域 因為越晚的雨勢會越大 民眾千萬要小心提防 另外現場要帶你來看到 是泰瑪里上一次的山陀颱颱風 在這邊也造成了嚴重的災害 在今天提早進行了撤村行動 最近情形請記者呂中瑜來告訴我們 好 各位觀眾帶來關心一下 康瑞颱風的最新情形 可以看到現在記者所在位置 就在泰瑪里的香蘭村 可以看到儘管現在的風雨還是不算大 但是就是怕說接下來的這個 暴風漫境籠罩台灣的時候 可能出現更強的雨勢 可以看到我現在身處的香蘭村 可以看到之前山陀颱欣襲的時候 其實水淹就已經到達一個小腿的高度了 並且所有的器具 其實都是有被沖刷 土石沖刷流進來的一個傾向 因此不少的居民 已經在上一次的山陀颱颱風的時候 進行撤村 而這次更強的康瑞來襲 當然他們也必須要來撤村 可以看到其實這戶的居民 現在已經準備了這樣一個很大的皮箱 將所有的盥洗用具 以及值錢的物品 都已經裝到這個箱子了 來準備進行這一波的撤離 我們來看一下稍稍的畫面 上一次的那個台湖我們後面那邊都土石流 土石流就是我們這邊這一排的那個住戶 幾乎每一家都淹水 因為蠻深的 那個相關手就是預防性的先撤離 因為怕說因為那個疫爆說那個會直爆 那個降雨量 就怕這樣子說怕會危險 因為上一次我們12點都打電話的時候 因為那個很多地方都有災情有沒有 都電話都不通 這個換洗衣服 可是這個是很要學 這個是 這個是有沒有這個 降血壓的 還有那個更要酸的 就帶一些 就是平常有在吃的藥帶氣這樣而已 就是那個換洗衣服這樣而已 好的可以聽到剛剛居民表示 他們其實每一封颱風來 他們都必須要測村 所以已經測習慣了 因此這次的測村來講說 對他們來講說 並不會感到太擔心 不過可以看到的是 儘管這個在這邊 這個香蘭村這邊有20戶的居民 不過只有9戶是願意來做撤離的部分 因此有這個大概還有一半的居民 還是必須決定說要留在原地 來跟颱風來做奮戰 不過可以提醒民眾的是 其實到了今天晚上 包括到了明天的這個上午左右 是颱風最為強烈的時刻 因此還是要提醒民眾 要做好防台準備以防萬一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好 最近消息我們要持續帶來 掌握到的是目前颱風的最新動態 根據去向署剛剛顯示的最新資料 這個康瑞颱風的暴風圈 在剛剛已經觸及了恆春半島 這也代表說接下來 風勢與雨勢都會逐漸的增強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 東半部地區 包括宜蘭花蓮台東 特別是花蓮台東 以及恆春半島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嚴加戒備 而且氣象署也發布了 颱風的強風告警 預計會一直持續到 凌晨的1點15分 颱風畢竟包括在特定區域 都有可能出現到最高瞬間的強風 來到了12期到14期 請大家在今天晚上 順利到明天一整天 颱風影響最劇烈的時間點 待在家裡千萬不要外出 另外現場要帶來看到宜蘭 宜蘭也是在這一次東半部 首當其衝的警戒範圍之一 到底現場的情況如何 請記者李宗澤來告訴我們 好 我們現在的位置 在宜蘭的羅東火車站這邊 你可以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就是路上現在的人潮跟車潮 其實是不多的狀況 不過你可以再看到火車站這邊 其實還是有遊客陸陸續續的 從火車站來出來 他們有可能是來宜蘭玩這樣子 不過我們剛在稍早的時候 也有訪問到一組外國遊客 而他們原本是要去花東玩 不過受到颱風的影響 他們只能選擇在宜蘭 來住宜蘭 來宜蘭來宜蘭的風潤 我們明天會看到 但是我們會看到 所以應該會有趣 我們本來要待在華連 還有台東 但台東不能去哪裡玩 因為已經被關... 就是很多經典已經被封鎖了 就是不能去 那華連 我們怕明天那條路 什麼樹公花 對 我怕會斷掉 所以沒辦法上來 所以我們今天就延長到這邊 可以聽到這組外國遊客是說呢 他們原本要去花東 不過呢 就是怕這個颱風 把蘇花公路又斷掉 所以也因此他們今天就選擇住在這邊一晚 不過我們來帶你看宜蘭的風雨 其實宜蘭現在的風雨 其實是不大 就是忽大忽小的狀況 有時候可能風很強勁 有時候可能是雨很強勁 不過在稍晚的時候 差不多十一二點的時候 預計強台康瑞呢 他的暴風圈才會接觸到台灣的陸地 在那個時候呢 風雨有可能就會變得比較大 而康瑞颱風的暴風圈 在今天晚上的九點鐘 也就是在剛剛已經正式的碰觸到台灣的恆春半島了 而接下來各地都會展開大風大雨的情況 而日本氣象廳也預測說 最快在今天晚上這個颱風就會再升級 成為他們的最高級別的猛烈颱風 另外呢 美國的CNN也形容 這是一個超級颱風鋪台 也特別提醒台灣的東海岸要延伸防災 康瑞颱風逼近日本沖繩 海邊風雲變色掀起波濤巨浪 漁民抓緊時間收網 大型非常強的台風21号 今天晚上9時 在菲律賓東海上 日本氣象廳預測 康瑞颱風將從強烈颱風 晚間升級為猛烈颱風 最大風速可達每秒75公尺 達到日本颱風定義的最高等級 美國CNN則以超級颱風形容 這東西走到120至230公里 只要24小時 很驚訝的速度 直到台灣 衛星雲圖顯示 台灣東部整塊白茫茫 代表降雨量恐怕超過500毫米 從1950年 有30台灣的海岸 CNN指出山陀爾與凱米颱風 帶來的災害都還沒恢復 強臺又接踵而來 高爾夫球大的冰雹 一顆顆從天而降 雜破汽車倒風玻璃 西班牙遭逢暴雨 第三大城瓦倫西亞發布紅色警戒 今年天災特別多 到11月了還有颱風 跟氣候變遷有關 我們在測試的健康變遷 10年有到達到危險的危險 在過去的資料上的數字 世界氣象組織發布報告 溫室氣體濃度 在2023年達到新高 各國想達成2030年氣候目標 恐怕很難 TBN新聞總和報導 美選倒數6天 我們要持續帶您來關心到 目前美選的最新發展 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呢 在白宮的南草坪 發表了她這個競選以來的 最重要的一場演說 預計現場呢 是有7萬5千人到場 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反川人士 人往白宮南側的方向移動 沿路還有反川普小販 臨時安全圍欄變成反川普海報專區 監獄等著你 川普讓我厭惡 大華府地區的居民 毫不掩飾對川普的感受 You know the presidential race And we got a nut running And we got a real person that wants to bring the country back to one So it's all good The energy here is electric Like everybody looking in the crowd There's such a diverse set of people Who are coming together and rallying around a cause 這個原因是Kamala Harris 和她的訊息 和計劃新的方向 DC從來不是一個競選的熱門地點 但今天這麼多人出來支持賀錦麗 也顯見即使在華府待了四年 大華府地區的居民 也仍然不歡迎川普 我感到緊張 因為我相信如果特朗普再選擇 它會真的會影響我們的國家 在一種程度上 我很擔心在選擇 华盛頓郵報是大華府地區主要報紙 華郵在選前宣布 停止1976年以來 為候選人背書的傳統 引發退訂潮 賀錦麗支持者反應不一 我曾經過 但我已經延遷了 我認為如果他們不會支持一個選項 他們應該說他們不會支持一個月 或兩年前 不是11天前的選項 我喜歡《報紙》 我明白《報紙》的事件 我希望他會支持 但我喜歡拿我的紙 舞台上大大的字寫著自由 人手一面美國國旗 賀錦麗主打團結愛國 演說中提川普名字24次 只提拜登名字一次 策略明確地讓選舉針對川普 而不是關於他自己 TVBS新聞佳輝 美國華府報導 好 接下來就是聊美選的時間 今天加入我們的同樣是 TVBS新聞網的資深記者 黃珍怡 Jace你好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彭帥大家好 Jace我想要先看 先請教你 剛剛看到這個賀錦麗造勢的畫面 現在看起來人山人海 看起來哇 這個勢頭正好 但是呢 如果我們從關鍵的搖擺州 來觀察的話 他勝選真的如剛剛畫面上 看起來這麼有勝算嗎 我們來看一下一天一民調 今天帶大家兩個民調並在一起看 我們先提到剛剛至於講到的 搖擺州的部分 之前我們提到了這個 有這個預測鬼才之稱的 Net Silver 席弗的他的模組 那他的模組呢 其實有列出來幾個 賀錦麗他有進步的地方 在搖擺州進步的地方 我們來看到是密西根 威斯康辛還有喬治亞 這三個州其實他的支持率 都比上一週有在進步 但是要注意到 他雖然密西根跟威斯康辛 他是領先的地方 但是在喬治亞州 川普還是領先的 領先了1.4% 但喬治亞州本來就是一個 比較偏紅的州啦 因為上一次 四年前那一次是 拜登稍微逆轉勝了一下 被籃拿被民主黨拿下 但是他本身歷史來講 是個比較偏紅的州 那賀錦麗本來就要去翻轉 是比較稍微困難一點點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其他四個搖擺州 內華達我們昨天講到 他就是非常的 很有影響力的州 那你看他兩個是打平的 完全是打平的 五五波的狀態 對那這個我們就先不要管他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看到 其他三個州 亞利桑那 北卡跟賓州的話呢 在這個習佛的模組裡面呢 川普是比較有領先的優勢的 都比賀錦麗多一點點 好那所以說 他的模組預測下來的話呢 如果不要看搖擺州的話 全國的這個投票率來講 賀錦麗是領先的 但也沒有領先很多啊 48.6比上川普的47.5 對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們把這個民調啊 然後等等之類的 放到他這個模組去 他還有其他一些變數 對 下去如果說今天來投 10月29號來投票的話 選舉人的這個票數 川普是比較多的 289張 這差很多欸 加加減減至少差了40張選舉人團票 對這個看起來好像有點像是 2016年希拉人對川普的那種感覺 縱使你得了普選的這個 普選票比較多 但是選舉人票你輸給了川普 好那這個我們來 再回再看到路透最新的這個民調 他公佈的其實跟 習佛模組的有一點點像喔 就是賀錦麗是領先的 但領先的很少啊 只有一%而已 而且可能是在政府的 調查的政府誤差之內 對 好那我們看到 還有特別列出 經濟失業和就業的方面呢 川普大領先喔 47%認同他的 只有37%是認同賀錦麗的 移民政策川普也是領先48%對上33% 只有哪裡是賀錦麗贏的呢 處理極端政治跟民主威脅 但是只有2% 你看這2%要怎麼樣把這個 前面這個10% 等於說他得分的太少了 但失分的真的太多 等於說他就算贏也贏的不多 對所以這個是需要去注意的點了 而且尤其是他發現9月下旬期呢 其實賀錦麗的優勢開始慢慢的 在減少當中 所以他擔心啦 你縱使領先這麼一點點 是不夠贏得大選的 也呼應到習佛的 這個民調上面來了 但Jace我就很好奇說 通常我們講說賀錦麗 當時他一開始出來說 代表民主黨參選的時候 接手拜登的位置 想要再來教諸大位 一開始 哇這個氣頭震望震懾 但沒有想到開高走低 那他有可能找他以前的老老闆 也是我們說的拜登來幫他助選嗎 這個找前老闆來助選 現在的老闆來助選這件事情 對賀錦麗來講是不太可能的 反而是扣分嗎 對因為你們有沒有發現說 最近的幾場造勢活動 你看賀錦麗找了歐巴馬 來幫他助選同台 找了歐巴馬太太 蜜雪兒來跟他同台 你看到那麼多造勢場合 就是沒有看到拜登跟他同台出現 在想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那有線上民調的機構就分析說 這個雖然你看我們剛剛提到 那種全國的民調 賀錦麗他都是領先川普一點點 但是他的處境其實是比四年前 他的老闆在選的時候 還要更加的困難的 那很多是說 尤其是這個搖擺州選民 會覺得說賀錦麗 因為他就是跟現在的總統 是他們都是執政黨嘛 他其實 他有執政的包袱也在身上就對了 對所以是有一些負面的影響在上面的 那紐石就有講他的報導就講說 賀錦麗的團隊的話也講得很明白 說你在最後這個衝刺關鍵 你找拜登一起來 其實是對賀錦麗是有傷害的 那拜登目前他也有幫賀錦麗站台 但是他都自己一個人出現 他可能是透過一些貿易團體 或者是工會等等 那這個活動呢是要他OK 然後賀錦麗團隊這邊也OK 他就會去出席這個活動 但你不會看到他們兩個一起出現 兩個同框的畫面 不要出現就對了 對賀錦麗來說 對目前來講看到是這個樣子 然後連CNN的報導也講到 他的拜登的最資深的助理 他講到說其實總統的角色是有被削弱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要讓選民再更認識賀錦麗 雖然我們常常在節目上面講賀錦麗啊 川普等等之類的 但是你要知道美國那麼多人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對賀錦麗那樣的熟悉 尤其是他是副總統 但是大家可能對於拜登的印象是比較深的 對於賀錦麗是有點模糊的狀態 再來就是他就是拜登呢 他任內的支持率沒有很高 就像剛剛志宇你講的包袱這件事情 行政包袱反而背在了賀錦麗身上了 沒錯沒錯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拜登呢 尤其是在最近的這幾次的活動 他有點禍從口出 如果說我直接講豬隊友 可能有點那樣的意思 來看一下10月22號 他在新函布俠州 他直接說川普對民主構成威脅 We got to lock him up 這個要把他關起來 對他後面有講說 是政治上的politically lock him up 但是川普陣營就拿來 就是大作文章說 你就是一個政治迫害 對沒錯 就是講就是讓他可以來好好罵一頓 結果10月29號還有一起 他講到就是回應說 這個川普在紐約造勢的時候 他請來的禿口秀演員呢 講到說波多黎是個漂浮的垃圾島 結果拜登呢 說我看到唯一漂浮在外的垃圾 是川普的支持者 又得罪別人了 又得罪別人了 結果這個川普馬上說 對粉絲說你們不是垃圾 我超愛你們的 趕快順便募款一下 所以這個拜登目前來講 已經失分兩次了 這個有點危險了 讓賀錦麗團隊是蠻緊張的 那Joyce我想請教 剛剛其實也在新聞畫面看到了 其實賀錦麗造了白宮的南草坪上 進行造勢 哇現場看起來也是人山人海 但是這個地點 是不是也有所謂的特殊意義 對因為我們看到賀錦麗 他這次選的地方其實是 這個白宮南側的橢圓形草坪公園造勢 來了7萬多人 那選在這邊就是因為川普 其實川粉在2021年的時候 就是在這邊說 我們要就是進到國會去 那川普自己也在這邊發表談話 有點像鼓動 就是國會暴動的發生地 沒錯沒錯 那他就選在這邊 做他的所謂的競選結變 為什麼要講競選結變 就是因為賀錦麗以前是檢察官出身 所以他是這個結變 有他的那個背景 哇好有他的風格 對 那他就是講到說 其實川普就是沉迷於這些暴力 沉迷復仇等等 那馬上提出了他的一些工作的清單 但是呢我們關切到說 其實場外的民眾 對於加薩中東的議題是很關心的 他們希望說賀錦麗 不要再跟拜登做一樣的事情 把武器提供給以色列 那所以說 美國民眾對於這個 加薩對於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 甚至對於台海 會不會有更多的關心 或反應在選票上面來呢 我們還會持續跟大家做分析 以上就是今天的聊國際 美國總統大選撼動全球 川普對決賀錦麗 說我們會再次敗他 讓美國再次敗壞 TVBS新聞網總動員 主播葉佳榮 彭惠宇 特派記者 尼家輝 直擊開票現場 專業分析台美中關係 YouTube Facebook Light Today 6小時不斷電直播 及時與您互鬥 鎖定TVBS新聞網 決戰白宮特別報導 好 也請大家持續鎖定 我們的決戰白宮特別報導了 再來另外的國際焦點 要帶你來看到的是俄羅斯 尤其是俄烏衛衝突 目前也進行到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點 也就在這個時間點 俄羅斯的總統普欽展開了核武失業 他朝的遠東地區試射了 試發射了這個洲際的彈道飛彈 也觸及了雙方的敏感神經 士兵一鍵按下紅色按鈕 飛彈發射 烏衛衝突敏感時機 俄羅斯完全沒在怕 當地周二 向勘查加半島的庫拉靶場 發射一枚亞爾斯洲際彈道飛彈 展開核武演習 俄羅斯國防部聲稱 飛彈都擊中目標 演習非常成功 對此仍正在冰島的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幾乎烏克蘭要的是和平 由於北韓已經派遣一幻士兵 部署到烏爾邊境庫斯克地區 隨時可能參戰 美國總統拜登強硬力挺烏克蘭 南韓總統尹錫悅直接打電話給 警告他北韓軍人將踏入戰場 因為南韓情報院掌握 北韓與俄羅斯正在進行 部隊調動 高級軍官可能被轉移到前線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還加強安全措施 避免被暗殺 昨天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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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康瑞颱風攪局其實也讓很多人的行程跟著受到影響 除了5月天在華年演唱會是被迫延期之外 我們要提醒大家韓團Straight Kits原本在11月2號 就要在高雄的試運舉辦演唱會 但沒有想到受到颱風影響 因為搭舞台的安全考量的狀況之下 他們決定要把演唱會往後演一天 將會在11月3號的晚上6點中 在試運開場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最新情形提供給大家 不過明天全台灣本島都是停班停課的狀況 很多人也把握時間趕快去看一聲 平日下午批架括號的人還是很多 康瑞颱風來勢兇兇 就怕一放假看診也被影響 部分民眾提前到醫院報到 以新旺醫院來說 雖然人數持平 悶診平均可以到三千五到四千人次 但強調就算颱風來 手術不受影響 維持最低度的醫療運作 包含就是急診會正常 那包含我們住院也是正常 另外包含手術室的業務 包含住院手術 門診跟急診的手術 颱風如果連續到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時候 開廁所謂颱風架的特別門診 門診手術一天大約五十人 而美容中心健檢跟門診會先取消 在台大醫院颱風前看診人次也差不多 但是領慢性處方簽的人也增加一成 頭抱著在燒的問題 颱風過後隔週的門診 我就從早上八點半一路看 然後最後是大概到五點半左右 我才開始休息 是真的壓力非常大 無風無雨的颱風架 醫院是准許我們填血 醫生仍然可以出來看診 北榮遇到颱風會有臨時颱風門診 門診刀無法開得延到下週 恐怕需要兩週時間來消化 而馬歼醫院颱風前一天看診院7000人 週五門診刀50多人遇到颱風也會取消 而台安則是視狀況會加開門診 至於磁劑跟臉衣門診刀同樣遇到颱風也取消 但有特別門診 而長庚則是各院區不同 休假後的這個門診增加 大概都是兩到三成 開刀也會在之後再增加 大概也大概是預計兩到三成 預估放颱風架之後 病患量需要一週才可以消化 而颱風架期間急診需求也會增加 但醫師強調 有不是最好都到急診 避免慢性病等疾病延後個一週 小病變大病錯過黃金治療期 確別新聞 兩男家體台北從報道 在花蓮海邊有男子冒險衝浪 海面上掀起一波波巨浪相當驚人 不過仔細看竟然還有民眾出現在這裡 雖然在30號上午花蓮的北濱海岸這邊 沒有太大的風雨 但是海陸緊急發 人偶民眾沒在怕帶著衝浪板前來衝浪 康瑞颱風已經越來越靠近 卻有人冒著危險來衝浪 有每天都來關浪的民眾表示 這海浪有別平日 高很多啦 平常這個是比較平靜一點 不要像那麼衝 至於南邊海堤的浪華也增強 有零星的民眾拿出手機 相當靠近海邊拍攝巨浪 而在七星潭巨浪猛烈拍打岸邊 就怕發生危險 花蓮縣府宣布9點過後 沿線海岸區域禁止進入 岸巡人員也趕緊到場拉起封鎖線 警戒隊人員拉著長長的管線 進行排水溝清雨工程 為了確保積水能夠及時排出 花蓮市區趕在風雨變大之前 趕緊清溝 民宿業者小心翼翼 將比人還要高的銅像 拆下來搬走 平倒放在地上 也將頂樓露天游泳池的水抽乾 房間的陽台花盆都會收到室內來 那再到了大廳一樓 我們所有的銅像 還有燈柱都會做家庫面 業者趕緊放胎 公路局方面同樣也不敢掉以輕心 在蘇花公路重得和平路段 進駐機具就怕發生攤坊 公路局強調會隨時檢測應變 另外自來水公司表示 由於縮波當進水池上有擊水區 受到0403地震影響 崩塌嚴重土石鬆軟 就怕台風好雨 可能造成原水濁度飆升 花蓮北區部分區域 實施預警性減壓供水 提醒民眾提早儲水備用 鐵邊新聞高中 崔仲群葉豐瑋 陳阿彤 花蓮採訪報導 災疫東時沿海出現11級 強正風 柯蓮採訪出海已經感受到明顯風浪 除了海面上的磕棚搖搖晃晃 往外海旺去 更是白狼逃天 這是30號一早 位於嘉義東時海邊的情況 就擔心颱風攪局 原本柯蓮早早出海搶收 希望減少損失 像蚵子會太順暢了 對啊 那邊來都要這麼爽 不過明明當時 康瑞颱風的中心位置 還在鵝鵝鵝比東南方430公里 連高雄屏東沿海都還沒有明顯風浪 怎麼嘉義東時 已經有如颱風過境 原來透過中央氣象署資料 在東北季風以及颱風夾擊下 東時沿海出現壓差 導致風浪加成 除了浪高超過3米 也出現了8級風 明天下午還會達到11級 另外瞬間陣風最高也將達到13級 這還好 這還好 今天還有人出海 鏡子出海 鏡子出海 因此就算天空出著太陽 東時白水湖漁港的船隻 已經有船長忙著進港綁牢 另外當地公所也在岸邊 排起了防水擋板 要防止海水倒灌 東時相公所在白水湖漁港 今天早上相公所人員 派員架設防水板 就是要為了防止 接下來颱風海水倒灌進來 公所公所 怎麼會請你們來裝這個 這個導流這樣子水 比較不會直接裝那個 由於海面上的風浪提前變大 也讓東時沿海的防臺作業 早早應變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